你觉得我那个老鼠滑鼠难听吗 难听啊 在火星这个舞台上 你一定要做一个不可复制的人 你是在暗示超则在走你的路吗 他跟我走不了一条路他矮 他矮到让文哥无路可走 一片 两片 你准备好了吧 你要用标准普通话 什么我是你 你还要惩罚我们的高级特工 他刚跟王牌特工这么说话吗 真的很夸张 你没有看到这个勋章吗 看见没 对不起 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 在水星开会是最香的 因为我们是水星情报局 今天就我们两个 对今天就我不是不是不是 当然我们水星情报局 当然是要请老特工回来 跟我们一起 边吃边聊边复盘嘛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有请 今天水星情报局嘉宾 刘伟 对 奥犬 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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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一真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浅哥 你那个怎么跳 这个怎么跳 我看你整齐都在这样子 哈哈哈 来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说真的 汤瑟真的进步了 他真正的进步 是因为他不紧张了 他整个人越来越自信了 但一真今天我感觉也进步了 真的吗 我也觉得很好 只是结尾吓了我一跳 其余的都很好 哈哈哈 结尾怎么忘了 结尾他说是白活 这是烧白活的 对 我的空大就是 女团选秀面试现场空大 噔噔 空了 对 我在面试的前一天 我爷爷呢 他就刚好就生病住院了 我就心里就一直惦记这个事 结果面试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说 因为我想被看见 尤其是想被我爷爷看见 我就哭了 泪失尽 想到爷爷 我都哭到 然后我忘记我在面试现场了 我当时就抽搐了 然后我就听到旁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小孩一直在那嘀咕 准备的白活呢 啥意思白活啊 就是哭的那种活是吗 你怎么着 吓了一跳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的结尾会更精彩 以为你会有歌舞表演 你看他是怎么上位的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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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都使出了绝招 我就是我也想 但我真的拿不出手 没手 没有才艺 但是就是我想说 就因为今天看到志文哥在那儿分享 我觉得也很感动 我从三十多年前 就开始特别喜欢一个吉他手 这个吉他手叫Stevey Rewan 简称叫SRV 是一个blues音乐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人 然后因为喜欢他 我爱上了吉他 因为爱上了吉他以后 我才爱上了创作 然后我一直就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待一个舞台 我想拿着这个大招 上一个最合适的舞台去放 然后终于有一天我等来了 哥哥第一季就跟我联系了 真的啊 对 然后联系我非常兴奋 然后我就把我弹这个 Stevey Rewan这段吉他的视频 我就发给那个节目组 然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后来乐队的夏天也联系上了 然后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去组了个乐队 很集中性地去把这件事 去认真地做了一年 然后后来也没有动静了 也没有再联系我们 但是我今天在这儿 就突然间发现 在火星情报局 这个像家一样的舞台 其实我就想在这儿放一下 我的大招 作为憋了三十多年的我 我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放出来 也作为给自己的一个答案 其实就是说 我虽然放弃了我的女团梦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我去展现 然后空了我也会练舞 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觉得今天的王牌特工 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一位吗 傅首尔 我觉得傅妈今天很亮眼 就是一改往常 你说她裙子很亮眼 是啊 她今天一出来 从造型就不一样了 哇 很好看 好看的 自信最好看 陆火星情报局改变了我 真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那你今天有没有印象 特别深刻的一些片段 D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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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谢谢你啊 我已经会了 Disco 当然了你是我弟弟肯定会 你觉得我那个老鼠滑鼠难听吗 难听啊 哈哈哈哈 没有了 对啊我觉得你那个难听的定义 怪怪的 不不不不 我所谓的难听 就是他们对人的定义 就觉得你 我人 不是说你 我说我 就是说别人对我的定义 就是他觉得你不可能有好的歌 但是你那个不一样 嗯 你那个是 算了 你想不到也别 不是 我可以接受的 不是